好,那这是我们的铅笔盒 哇,好可爱 你看上面有那个很可爱的眼睛跟那个嘴巴 好,我们看我们副市长手上拿的是什么 水壶 水壶耶 看到这个水壶是不是觉得水就要多喝一点了 小一新生拿到书包、铅笔袋和水壶等文具用品好开心 基隆市副市长邱佩玲 跟世界华人工商妇女气管协会华董分会的企业家们 特别来到和平国小 捐赠开学平安乡 华董分会说 这项帮助偏乡学童的公益活动已经持续多年 希望帮助孩子在学习的道路上 努力学习、勇敢追梦 今天我们带着华董姐妹一起来这边 参加这样子一个非常有意义的 开学平安乡的赠平安乡的一个仪式 那非常感谢我们的副市长 也是我们华董会的姐妹 是因为现在稍微休息一下 因为担任公职 但是呢就是因为有副市长这样子的爱心 所以我们把开学平安乡的这一站呢 放到了鸡楼 那我们看到在现场的小朋友 每一个都是活泼可爱 我们都觉得这是我们未来下一代新的一个希望 所以希望这个开学平安乡 只是我们一个小小的礼物 但是孩子希望他们能够珍惜 懂得去认识这样子的一个社会资源 然后呢将来好好奋发成为未来一个不可或缺的栋梁 谢谢大家 这是我的好姐妹 我以前也是华董会的会员 因为当了副市长以后暂时先休息 华董会的宗旨就是帮助别人 然后爱心不断满满的 很感激 而且今天看了会长之后 觉得他可以当康乐股长 谢谢 给我们这么多好礼物 基隆是相对的其他县市是更需要更多资源 很感激很多好朋友 愿意来基隆伸出援手帮助我们 这个开学平安乡 是由我们华董会的大姐姐们赠送的 那我们是不是给华董会大姐姐一个掌声鼓励下 谢谢大姐姐 真的很谢谢你们 彭林国小虽然是一个很小的学校 人数也非常的少 可是各位有看到我们的操长正在进行工程 我们的丘副市长我们的教育处的处长 知道每个教育每个小朋友都要照顾到 所以他花费了七八百万 为我们建设新的操场 新的篮球场 新的躲避球场 我们是不是给丘副市长 跟我们的处长一个掌声鼓励 来我们和平国小棒不棒 棒 我们王老卫赞不赞 和平国小校长带领学生一起感谢华董分会 每一位杰出又充满爱心的女企业家 用心关怀学童教育 小朋友也用自己亲手画的卡片 表达心中满满的感谢 活动中和平国小的孩子也表演活泼可爱的舞蹈 让现场的气氛相当温馨 记者黄日生 陈淑平 基隆报导 谢谢咱们